好的 謝謝婉姻 至於在花蓮呢 有人帶著金項鍊 居然被搶匪盯上了 吉安鄉就發生了一起 臨時起義的搶案 還讓這老婦人受傷了 搶匪看到這名七十六歲的婦人 走在街上 脖子上掛著金項鍊 覺得有機可乘就動手心搶 這造成了這婦人跌倒 還受傷了 搶匪是立刻騎著機車 在駕這個逃逸 而警方在事發的四小時之內 是逮捕的嫌犯 還把這個起貨的這個變賣的所得 全案依照搶盜罪 依送診斑 男子騎著機車 行色匆忙 快速離開犯案現場 這名嫌犯剛剛搶劫一名七十六歲 潘姓婦人的財務 造成他跌倒受傷 刑牆後迅速騎車逃逸 七號早上十點多 七十六歲的潘姓婦人走在路上 路過的潘姓嫌犯發現他戴著金項鍊 臨時起義動手刑牆 得手後立刻騎著機車逃離現場 老婦人則跌倒在地 潘姓嫌犯事後還將髒物拿去 銀樓變賣換成現金 警方在男子的車上 找到犯案當時所穿的外套 及盜賣所獲等證物 仍髒俱貨 全案也以強盜罪嫌 移送偵辦 華視新聞張一鈞林志淳 沈立榮花蓮報導